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过去常有可乐会溶掉牙齿的传言,也是爱喝可乐的民众讨论的热门话题。 英国口腔健康协会,Oral Health Foundation,近日针对7款饮料对牙齿的损害程度进行实验,将健康的人齿放入不同饮料中,并在14天后分析该饮料造成的影响。 综合外媒报道,实验结果证实可乐对牙齿造成的损害非常吓人,短短两天时间就将健康牙齿从原本的白色化为褐色,表面上还出现类似腐蚀的痕迹,14天后牙齿更是硬生生断成两节,表面颜色及腐蚀痕迹更为明显。 主持该研究的阿特金斯·D.R. Van Atkins指出,在大量矿物质流逝后,牙齿结构变得十分脆弱,最终才断成二节。 此外,长时间浸泡于苹果酒,气泡酒中对牙齿造成的不可逆损害也不容忽视,其中以气泡酒造成的伤害尤为惊人。 在14天的连续浸泡后,原本洁白的牙齿虽未被染色,但其外层已遭侵蚀,在钙质严重流失的情况下,表面已化为粉末。 在这状态下的牙齿,阿特金斯评论很像粉笔粉末。 阿特金斯进一步解释说,这是由于上述饮料通常属于酸性,同时内含相当高的糖分,因而能与牙齿快速进行反应。 若民众长时间让饮料停留于口中或饮用频率过高,的确,有可能出现轻微的腐蚀状况。 发狼指的钙质成分亦有可能因而流失。